男人花心的六种表现 欠你遇到了要趁早的远流 面对恋爱和婚姻 人们期盼的是余生有你的陪伴 而不是一别两宽的洒脱 对于女人而言 是否选择了正确的人 更是关系到了一生的幸福 有的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来袭 会变得盲目 不知道如何的选择 下面就为大家带来 花心男人的六种表现 女人遇到了最好趁早的远离她 第一个就是见一个爱一个 这种男人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对于女人更是来者不拒了 遇到这种男人 最好不要轻易的卫生于她 如果她不能够坚守原则 那么趁早的离开 第二点就是藕断丝连 不忘旧爱 这种男人就是典型的花心 当有了新的感情 就应该全心全意的对待这一份感情的 而不适合前任的藕断丝连 女人如果遇到这种男人 不能够做到全心待你 还是趁早的离开的好 第三点就是结交各种异性朋友 与普通朋友 兄弟姐弟 闺蜜 等等方式相称 这种男人 这种男人嘴上说的是普通朋友 或者是兄弟姐妹之类的 但是实际上 说话办事 却经常超出了正常友谊的界限 遇到这种男人 如果还不能够与其他人保持距离 那么就是最好趁早远离 第四点就是喜欢勾搭附近的女人 有事没事就去撩附近的女人 无论是女同事还是朋友 这种男人都是非常的积极的去找他们 遇到这种不知专情的人 又不必多说趁早的远离 第五点就是隐瞒恋情或者是婚姻 遇到这种对自己的朋友或者同事 故意隐瞒恋情或者是婚姻的男人 他就有可能是在为出轨做准备的 女人遇到这种男人的话 一定要知道他隐藏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正当的理由 出轨也就成了可能 第六点就是不敢承诺拒绝结婚 很多人恋爱都是想着相伴一生的 那么结婚就是需要考虑的事情了